例如說,我們剛剛做完這個公式 變成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如果你不希望每次再做一次的話 你可以把它錄製成聚集 以後的話,按個按鈕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重複幫你完成了 這邊就是清除,清掉之後產生剛剛的動作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動作錄製聚集 錄製在哪邊錄製? 當然這個可能要開一個功能 在這個箭頭的下方有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制定功能區 你必須要把一個功能區打開 它才會出現什麼開發人員 為什麼開發人員呢? 當然打開之後的話 意思就是說你要成為開發人員的話 你才會需要,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開發人員 有點像進階功能,隱藏版功能在這裡 如果你要把這個按鈕做出來的話 你可以錄製聚集 然後再去產生對應的按鈕就可以做出來了 細節我想如果興趣的同學可以再延伸去看一下影片 另外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假設不是用錄製的,你要自己寫的話 你也可以寫VBA 其實做法也是一樣 就是產生按鈕,這邊把它清掉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自己寫的 如果你要自己寫程式的話 那你就把它寫成按鈕,按下它 這邊就自動出現 那不一樣的地方你會發現 剛剛這個裡面一定是一串的什麼 一串的公式 那VBA的話呢 出現的東西呢 就會是最後的 裡面哪一條街哪一條街 意思是說呢 處理的位置就不是在公式裡面 而是在哪裡呢 在Excel的程式裡面 它長的樣子呢 就有點像這個Visual Basic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寫這樣 只是說這個 還是更上一層樓的難度 這個當然跟各位預告 至於細節部分也是一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就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有一個Visual Basic OK 所以我們剛剛完成的東西 這個部分 後面還可以延伸到去集跟VBA 也是我上課有講到的 讓學生去練習的部分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了區跟路街道 接下來如果我要把它做成報表 分析這裡面到底哪一區的治安最差的話 那我接下來可以怎麼 請你再點選插路 這邊就有一個像樞紐分析表的東西 關鍵地方在這裡 樞紐分析表 接下來的話 把這個範圍 它預設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刷到這個範圍 那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是對的 就是A1 A1在這裡 到G G的這個欄 2467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對不對 反正就是這整個範圍 那你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直接插入樞紐分析表按確定 接下來怎麼做分析 接下來如果說我想要分析的是 哪一區的治安最差的話 那記得喔 接下來請你把這個區的欄位 第一步先拖拉到列的位置 列的話是主要要分析的欄位清單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第一個 我把這個區都拉下來的話 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先幫我把什麼 我等一下 我換一個喔 這個好像是舊資料 所以看到結果 應該跟大家有點不太 我再做一次喔 插入樞紐分析表 對 這個資料比較細膩 按確定 第一步的話呢 先把區放到列的地方 那它其實是做什麼呢 你會發現喔 它會幫我把本來是 3000多筆的資料有沒有 把這個欄位裡面呢 重複的部分移除掉 也就是只會留下 不重複的 總共這些區啦 總共就是什麼 第四到第四 等於十一區 等於十 十 十二區 等於十二區裡面的資料 就在列在這裡 第一個喔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區先拖拉到這個列的部分 那第二個如果要統計它的數量的話 那第二個請你在一樣的方法 把區拖拉到直 OK 所以喔 第二步的話一樣的動作 把區拖拉到直 那如果你假設你這個區裡面放個資料喔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它就幫你算幾個 所以計數就抗折 算幾個 OK 比如說裡面是40區的 總total的話 有三千 不 348 等於是 它的件數這麼多 OK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你會發現 這個已經是統計出來的結果了 有沒有很快 但是 再來你們可能會希望 再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的話 我希望排序 有沒有 其實當然一般 當然你一定是希望說 我主要是要找出那個 治安最差的 那治安最差的話 你就排序 怎麼排序喔 游標放在B4儲存格 找到上面有一個叫資料 有沒有 資料裡面的話請你找到什麼 排序 或者直接按Z到A就可以了 Z到A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會幫你重新排序 馬上就很清楚了 所以其實喔 我懂得這種方法真的 如果算學生成績也非常方便啊 所以有時候算成績像我改那個期 期末總成績 我覺得還蠻愜意的 OK 人數其實150 但其實我改下來 我覺得沒有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已經都把規則先想好了 然後最後 馬上成就出來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會這個東西 真的會減輕很多的負擔 效率也提高 好 第一個喔 所以喔 我們要排序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說 幫我把那個量化成什麼 圖表 有沒有 所以第二個排序完之後 那怎麼樣把數字變成圖 如果說你強調是比例上面的話 你可以用圓形圖 如果你要強調是數量的話 你可以用直條圖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要比例好了 哪個整個台北市的住宅市 要這麼多 哪一個比例最高 並且把那個那一塊的資料 搬出來一下 凸顯一下 OK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簡報上面 就很清楚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分析 記得喔 剛剛是資料 Z到A 這個喔 OK 就把它排序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圖的話 就是分析 找到什麼呢 找到一個叫樞紐分析圖的 分析 樞紐分析圖 這個 剛剛是樞紐分析表 現在的話是樞紐分析圖 那很簡單喔 其實再來的話 就跟你平常使用畫圖表差不多 樞紐分析圖 都按下去喔 它會出現說你要哪一種圖 當然呢 最常用到的不外乎是什麼 枝條圖 摺線圖 跟什麼 圓形圖 不過這裡摺線圖 放在這裡不適合啦 OK喔 因為它沒有時間的概念 我們用圓形圖好了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它也會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它的這個 那個那個 數量高到低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中山區 就這一塊 那如果你希望凸顯中山區這一塊的話 你可以按住它不要放 譬如說 如果把它往外拉 1點一下這個圓形圖 2點一下這個區塊 它就選到了 3點的話呢 你就可以按住不要放 往外拉 這一塊就凸顯 OK 那 最後的話 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標籤 因為你會發現 你可能還要看這邊 才能知道中山區嘛 上面如果說 你希望產生那個文字的話 你還有一個功能在這邊 在分析 更這樣 在設計裡面 如果你要把那個標籤加上去的話 設計裡面有個叫 新增圖表項目 有個叫做標籤 有沒有 資料標籤 你可以加上這個 叫做圖說文字 OK 你把它點下去 它這邊就出現了中山區了 如果你要全部加的話 你就把這個全部選 然後一樣 加入這個圖說文字 有沒有 全部都出現了 OK 這樣不就很清楚了嗎 哇 一目了然耶 對不對 如果你在幫市長做簡報的時候 你是這個警察局長的時候 對不對 就很清楚了吧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你都沒有一些資料佐證 就拼命講說自己治安變好 誰會相信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數據會說話 而且 甚至你不用說太多話 你只要把事實呈現出來 馬上就一目了然 對 你機下好 你機下好 用講的嗎 你機下好的數字在哪裡 可不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但老闆不是要看你 那個一堆的數字啦 老闆看到那些數字 一定會罵人說 你給我看這些 亂七八糟的數字幹什麼 對不對 比如說老闆 你看我這個治安變好了 我給你看我的數據 結果你把這個數據秀給他 看他一定會覺得 你這是什麼東西 他已經沒有時間嘛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的表現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OK 這第一個 這個是把區的部分畫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如果我現在呈現的是什麼 哪一條路接道的治安最差 那怎麼做 一樣喔 一樣把游標停在這邊 插入什麼 數能分析表 然後呢 我們就怎麼樣 一樣 剛剛是把區拉下來對不對 現在把路接道拉下來 動作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這邊都出現了 那 再來一樣排序 排序的話 一樣把游標先放在B4有沒有 然後呢 選擇資料裡面的什麼 日到A 排序出來 可是呢 台北市的這個路太多條了 如果你全部都列出來太多了 所以呢 一般是列出前十大 前面最 所以 治安最差的十條道路 那怎麼做 關鍵來了 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這邊有個 列標籤的旁邊不是有個箭頭 有沒有 列標籤旁邊的箭頭 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叫做值的篩選 找到哪一個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前十項 對不對 其實有些功能就是熟悉啦 如果你熟悉這個介面的話 為什麼我熟悉 因為我常用嘛 常用就熟 熟了之後你就知道功能在哪裡了 就把它調出來就好了 OK齁 然後把它前十項 然後呢 按確定 就OK了 最後的話呢 一樣喔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設計 跟這樣 在分析裡面有個一樣就是 樞紐分析圖嘛 那當然這個就不是比例了 我是用那個 哪個多哪個少的話 我們可以用直條圖 所以最簡單的話 你可以把它畫成一個 預設的這個 直條圖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出現的話 也會是哪一條路上面的治安高低 有沒有 這邊會有一個直條圖 一看哇 治安最差就中山北路啦 對喔 所以那邊警力應該要加強 對 你現在講這個話 人家會覺得 欸有說服力 那如果你警力全部都集中 在某一條路上 你剛剛你家住那邊 那當然沒有說服力啊 你是把警力放在你家附近 這就是會讓人家說閒話嘛 對 所以但如果你現在的動作 是有根據的 做那個治安的比例調配的話 那這我覺得是還蠻OK的 所以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就是把它run 所以把重點 回顧一下 1 我們是做什麼 做這個喔 記得喔 是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把它拉到區跟區 然後呢 再插入這個所謂的 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圖 這邊的話 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變成圓形圖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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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